大家好,歡迎來到香港知識庫 今天又再來和大家分享香港地方名的典故 第一個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壽茂坪 壽茂坪原來的地名是蘇茅坪 據聞是因為從前那一帶地方生長了很多蘇茅草 新隔九月竹枝池裏有句話說 春猶忽到蘇茅坪,漢見牛頭角又生 除了蘇茅坪之外,亦有素茂坪的說法 亦是最多人知、最多人傳的舊名 這個名字來自香港開放初期 當時的英國人將地名翻譯為蘇茅坪 與廣東話的素茂坪讀音相似 由於吳佬禮的關係 所以在1962年11月16日改成現在的壽茂坪 另一個說法是 因為壽茂坪輪近的順利村、順安村、順天村和順寺院 合稱四順 四順的所在地以前是新九龍七號墳場 亦都是香港日治時期的萬人寵 所以才有素茂坪這個說法 接下來要說的是太古 太古或太古城 其實是屬於則如沖區 在1883年 太古公司在那裏發展了個規模龐大的工業區 包括太古船奧、太古塘廠和汽水廠 後來太古船奧在70年代遷出之後 原子的大片土地就被太古地產分階段重新發展 變成現在的大型住宅屋苑 即是太古城 因為這些歷史的緣故 加上屋苑和購物中心的佔地非常龐大 還有地鐵站的命名干系 人們就把這個原本在側如沖的地方 叫做太古 要講太古這個地方的命名典故 自然就要先考究一下 為何這間英姿公司 會用太古這兩個字來做公司的中文名 坊間有個傳聞 就說是太古創辦人之一的 John Swire舊仔 John Samuel Swire 一直都想為公司想一個中文名 有一次他坐船經過一條村莊的時候 發現村莊入面每一戶門前 都掛著寫著大吉兩個字的揮春 所以他認定大吉一定是一個好名 不過由於他不熟悉漢字 就不把大吉寫為太古 這個傳說傳了很多年 直到近年終於有官方版本的解釋 在太古和三聯書店合作出版的紀念書冊 太古知道太古在華150年裡提供了答案 太古這個名字是在1866年 由時任英國駐上海令市 Thomas Taylor Meadows 改的 當時太古在上海開業 他就特意為公司改了個中文名 太取自太初 古源自盆古 有上古遠古的意思 拼入洋行兩個字 就有與大相關的作用 第一個意思是 太古可以作為一個名詞 也可以作為形容詞 太古洋行就變成 最久遠的外國公司 最後要說的是柴灣旁邊的小西灣 小西灣的範圍 現時是指新葉加爾東的柴灣東部 在未填海之前 小西灣原本的名叫馬塘 是柴灣東邊的一個小海灣 因為接近柴灣而又稱為小柴灣 有人又叫柴灣仔 上一條片我們有提到以前有不少人叫柴灣做西灣 如果未看記得按右上角看 所以小柴灣又叫小西灣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個小鈴鐺 有空喝茶 拜拜